我今天講的問題都很重要 現在大家都清楚了 現在兩個大焦點 現在全世界各個都關注的 一個就是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場 打得很厲害 這個是普京發動的 另外就在上海 整個大陸 動態清零運動 習近平發動的 這兩件事就有一點不謀意後 都在改變兩個全世界的局勢 你們看到了 兩個都是強者 他們自己覺得自己是強者 所以他們就不用聽別人說的 他們就一意孤行 兩個都是這樣 說了一下習近平 習近平這個清零 他實際上在做什麼呢? 我昨天和何良某那裡都說了一點點 我現在就想全面一點這麼多說 共產黨裡面有一句話 寧願你假裝聽 好過你不聽 他現在就在做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他的權力 讓全中國所有的人物 有一個黨員 全世界的人看到他是可以指揮得動 這個國家的 這副機器的 他就是很有信心 如果他指揮得動的話 這副機器將來就可以在全世界第一 他就在全世界第一 甚至統治半個地球 這個就是他的思維 其他陰謀論那些放在一旁 不要說 他這次就是做這件事 不管是否正確 無所謂 又是要你聽話 你學會聽話以後 他就已經成功了 要做規矩 做到你聽話為止 這些我們以前在中國的老家庭都是這樣的 你早知道要聽話 家長說的話你就要做 你不要管 不管對不對 不關你的事 你早知道做就行了 由家長承擔了所有後果 不惜任何犧牲 現在習近平就是不惜犧牲了整個中國的經濟 這件事在歷史上 只是在中國歷史上 都不知道發生了多少次了 以前的皇帝都是這樣 就是中共的現代史 都說得很清楚了 是不是? 毛澤東又一直殺地主 殺了地主根本地沒有人管的 實際上 很大段時間 那些農民不等於他懂得管理地 就是在一家工廠裡面 那個工人不等於懂得管工廠 管工廠是很複雜的東西 這些貨就要銷售 一大堆東西 那他們那些共產黨思想簡單 頭腦簡單 四肢發達 就說 哦 工人 工人懂管工廠 那時候是我第一次去大陸開工廠 工廠屬於誰? 工廠屬於工人的了 有這麼好笑的東西來的 這些就是頭腦簡單 四肢發達的人的想法 農民 哦 田屬於哪裡? 田屬於農民的了 當然是錯了 田要管理很多複雜的東西 不是只加上田那個就是那個屬於他的 就是他們那些 不知道他真的不懂還是假不懂 當然不對 每樣東西都專業的 是不是? 那些是麥當勞那些負責 煮漢堡包那些 麥當勞那家店是不屬於他的 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根本就不明白 不要說了 那些總之 由地主開始 為了實施他的控制權 一定要犧牲經濟 那時候的土地經濟就很大犧牲 很大犧牲 實際地主管一直下來 如果他應該有個土地改革的過程 那他一下子就殺死死子 地主就算了 地主啊 不要犯罪的 就是因為祖宗傳了些地給他 那就死了 三犯五犯 所有公司 大小公司 基本上都變成了公司合營 即是他的 即是國家化 叫做什麼 國家 國家吞了你的公司 就這麼簡單了 講到其他公司合營 這些全部美化了那個 所謂折管了你 免費折管了你 接著他看一看 咦 這幫知識分子很多事情講 有很多事情想 搞個反右出來 讓你不准獨立思維 不准獨立思維 反右 即是右派的思維 就比較是保守的 是實際的 但是跟共產黨是不正確的 就是右派 即是我們現在那些 香港那些藍絲 點營 是右派的 實際是右派的 他擁護共產黨也是擁護共產黨 但是實際他的行為 他做生意的方法 他的思維 是右派的 那這幫人呢 在上海的時候 不是上海 整個中國 就被人鬥倒了 包括朱鎔基 這些 那一派後來 改革開飯出來的那幫人 包括鄧小平 那些全部是右派來的 很多右派 那些所謂真是做得了東西的建制派 他叫他右派 全部都放手了 因為他要控制所有的所謂思想 他要控制思想 那為了控制思想 不惜犧牲所有右派 那你們也聽到了 那時候上海 一看起頭就有人跳樓了 那這個就是上海跳樓的那些 有資本家 跟著那些是知識分子 就是右派 那些就跳樓了 又不夠了 終不夠了 終不夠了 什麼叫做 所有搞經濟的事情 不行 你們不懂得搞的 我懂得搞經濟 我們可以說一個大躍進 你們那些經濟 又是慢慢每年耕耕耕耕那些不行 我們要大躍進 就是說我們遠遠經濟要起飛 沒有你那些慢慢爬下爬下的 他覺得這些就爬下爬下 他就大躍進 又要我們要鋼的生產 要超過英國 叫做什麼 港美超英 就是總之就是亂來 那人家要開礦的嘛 拿鐵礦出來就煉鋼的嘛 或者拿些焦煤和鐵礦混合煉鋼的嘛 他就不是 他就是拿些窗框啊 梳化下面的彈弓 用鐵礦做的那些 金屬做的那些全部都用了 他又說的叫做煉鋼 又叫煉鋼 你說現在清零荒謬 荒謬得過這件事情 人家就是煉鋼 鋼的產量很大 就變成了用鋼鐵或者金屬來做的用具或者機器 他就是拿些機器 融掉它 就不斷表示它的鋼的生產量 那是荒謬嗎 你說現在零容忍啊 什麼什麼 清零荒謬還是那時候荒謬 差不多到一樣的了 是吧 沒有人可以挑戰他的 所以荒謬那些事情 我說回所有的荒謬 然後想想不要 你們那幫人的所謂文化 你們的文化 我都要控制了 所謂文化就是說 什麼都是他講的 我說什麼是文化 就什麼是文化 你那些文化 我說錯就是錯 對就是對 實際文化大革命就是是非 是非他都要控制了 哪一種是黑 哪一種是白 他都說了算 不是你都說了算 哪一種是對 哪一種是不對 他都說了算 說文化大革命 我不用這麼高級的 我不想在這裡說這些很複雜的事情 說到最後 文化大革命就是 就是誰說的算數 誰是對 誰是不對 結果搞到整個中國的經濟就是一塌糊塗 搞完文化大革命 由六六年交到七六年 我七六年的時候開始去看看了 七二年我也去看過 窮到你沒辦法想像 窮到你沒辦法想像 我都說了很多次 在我的節目那裡 走過廣州的那些店鋪 一個燈棒 十幾屋 你們不知道十幾話 你不知道什麼叫十幾話 你沒見過這樣的 香港最低都六十的了 如果你要呈調好一點 二十五話 W就是Watt 照明一點就是六十 再光一點就是一百 這是我們香港的標準 十六啊 大哥 十六啊 我在上海 我臨走離開上海也是 為了節省電 不夠電 整個國家都玩完了 哪個現代國家不是靠電的 我記得我家的時候都是在上海 那些人的眼睛很好 沒那麼多近視 太光的人眼容易睜 才是 犧牲了整個經濟 毛澤東 為了什麼呢 他根本拿不到權 他的權都是假的 他的權就是沒有人敢反對他 他那個權就是沒有人敢反對他 是那麼多人敢反對他 實際上 他一開始就是很過癮 他的權力越來越大 比如說開國初期 開國那十年他的權力越來越大 但是後來他不是為了集權 他為了保護他這個權力 他為了保護他這個權力 他為了保護這個獨裁的權力 所以做的事情全部是保護性的 就是這樣 那現在說一下習近平 習近平那些經濟你就知道 過去四五年 基本上經濟 以前賺的那些錢基本上被他敗了 他就知道了 為什麼他要搞這個清零呢 就是他還要控制 他用這個疫情 根本這個疫情是傷風Cut 大家清楚 以前你們嚇到抽筋 都害怕到現在都不敢出 實際現在知道了 惹過的人就清楚了 最多就是一個小感冒而已 但是他利用這件事 你絕對要控制整個整個社會 他之前也有準備的了 拿了阿里巴巴的所有資料 又拿了那些數據 那個人啊 你們的數據 不是你們啊 就是在大陸的人的數據 接著又問騰訊拿了 所有的數據 連DD打車啊 那些送餐啊 全部的資料都是屬於他的 說就是 不想你拿資料去做其他生意 壟斷其他生意 實際就是他拿了這些資料 方便去控制了 每一個人 全民的控制 這個就是權力 包括裡面有權的人 沒有權的人 你整個家庭 你的個人不理你誰 就像他要你怎樣就怎樣 那你就不能反抗了 你就不能奪他的權 是吧 你反抗親民生了 你的戶口又沒有買 買一張車票也買不到 是吧 錢又沒有了 這些控制很容易的 真的很容易 一個命令下去 可以這群人 立刻等於變成封閉了 他可以選擇性的 選擇性的封你 封叫什麼 封個人 封個人自由 總之 就是搞到你根本就是不存在 搞到你不存在 他有這樣的權 可以一類一類人 你這個組織嘛 你那幫言論 他拿你分了類 分了類 看完你的微信 看你的言論 他一分析就很容易 你是屬於哪一類人 你是哪個派的 你的思想是怎樣的 你反襲反到什麼程度 你是不是可以用的人 他可以一組一組人對付 是吧 你這組人是比較好的 第一 比你這組人家人更加多一些 可以優待一點 你這組人是反對我的 不用出聲的 你那些言論上跟你其他人聊天 或者已經有這樣的 你這組人家的資書馬跡 我就已經可以 不給你武器 你升級什麼什麼 完全沒有升級 你永遠就做一些最普通的事情 這個是習近平正在做的事情 其他那些陰謀放在一邊 不是主題 他想做的事情 上海就頂住他 不肯給他做的事情 他說我說要4月20號清零 你們假的都跟我做一套 站出來 4月20號清零 上海現在就是假的都不肯做 所以幾次孫春蘭 孫春蘭來到上海 他們不肯做 他們走 走到之後又回來 習近平又回來 每次都在 警告那幫上海人 你不做 你將來就大禍 將來全部要周後選將 孫春蘭過來就是這樣 李強兩邊都不是人 到底聽孫春蘭好 還是上海過城 班底 他又不可以得罪 城 班底 他就假的在兩邊在搖搖搖搖 但實際上他都是習近平的人 不管怎麼樣 習近平就是要 上海也好 現在全中國 過八個城市都是 城鎮都是 都在這裡奉陰 就是 你要看看我怎麼管你們 你們奉陰 你們奉陰 你們夠不夠膽說不讓我練飲 但是當時制臺不有 要是挺 battle 所以市場很特別來的 Sikh史蘭是 他那種清零 那種清零是成功得不得了的 前兩年真是搞到好像真的是沒事 大家都能回工 又可以出口又可以賺錢的 他就要輕功厭一點 講到這些情況 就為了他的面子 他就願意犧牲整個中國的經濟 一刨就倒了 我才以為他是個黑暗的 他就不惜犧牲整個中國的經濟 外匯什麼 國際的形象 什麼都無所謂 只要他可以掌權 那這個就是實際的原因 其他那些是次要的 這個是主要原因 對判斷一定要講這件事情 那普京就看明顯 現在傳出來 他就要擴大版圖 就是俄羅斯的版圖 要每次擴大版圖在歷史上就留名了 是吧 就是你一個強者 以前為什麼叫做比德大帝 什麼什麼大帝 那個大字就是你拿去擴大 那個版圖擴大了 他叫大帝 那個大字實際就是這樣的 我們普通人就應該這樣理解 他就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 最初都算是挺隱蔽的 但是趁機就拿回 你看看那時候 哪裡亂呢 他就是利用你亂 就拿了你的法地 控制了你的法地 以前一直都是在那裡做的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阿山霸漿 就是阿塞霸漿那裡 很多石油在那裡 那裡的人實際上是獨立 他一下子硬來就焗下去 那裡很多石油 就控制了他 接著就 Chesna Chesna 我不記得叫做 Chesna Chesna那幫人就是想獨立 因為那邊的人就是 他們就是 清真教的 就是Muslim來的 清真教 接著就是控制了他 控制了他 也是他的 然後捉起來 跟著Georgia Georgia也是上獨立 他也去到 拿到別人的一分 然後跟著控制了他 把他自己的人下去 下一步就是克里米亞 拿到克里米亞他這樣還不順 還想著還要互動 那見到拜登這樣的款 在阿富汗那邊又退啦 又讓步啦 對嗎 又說多次找中共來傳話 六次傳話說不想打仗 叫他不要打仗 他覺得他很弱 那時候他的心就紅了 不如拿來西烏克蘭 誰知道那裡人家就有準備了 他就找些錢 準備了十億美金 來買通了一班上面的精客來支持他的 他原本想進去整個烏克蘭的夾道歡迎 誰知道那筆錢那幫俄羅斯官探了 去了買遊艇 那個都買了遊艇 錢就沒有到位 沒有去到烏克蘭 烏克蘭那幫人都很探 以前都出名探戶的 那變成了 變成了進去就有一場仗 就是美國在後面全部佈了 準備好了 就是準備好了給烏克蘭 已經預料了普京可能會這樣做 他們就準備了八至九年了 這場仗了 誰知道普京真的這麼貪心 拿完烏冬就要上烏西 那一下子就被人吃正了 這樣給我看 就算了 你會不會有功夫 那邊去跑 那邊去跑 你會不會有功夫 那邊去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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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